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的第三次全会 这次会议将提供有关北京如何应对房地产危机 消费需求疲软和增长前景减弱的见解 此外中国还将公布4月至6月季度的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及其他统计数据 接着我们转向美国 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遭遇暗杀 企图全球领导人纷纷谴责这起暴力事件 并对特朗普表示关心 最后我们带你了解一个有趣的饮食趋势 中国的烧烤风潮越来越奇特 食物博主们展示了如高跟鞋 手榴弹等形状的烧烤视频 这些视频在抖音上获得了近年30亿次观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ckey Asia 报道 本周亚洲的焦点将是中国的第三次全会 这次会议将于周一至周四举行 中国还将公布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和其他统计数据 显示其经济是否能实现2024年 约5%的增长目标 在东南亚 印尼国际车展将于周四开幕 届时日本汽车制造商将展示他们的最新车型 与此同时 亚洲开发营新疆发布最新的经济评估 分析中国经济放缓和高利率 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美联社报道 全球领导人对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的遇刺企图表示关切 特朗普在这次袭击中而不受伤 但他目前情况稳定 各国领导人纷纷谴责这次暴力事件 强调政治暴力在民主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 这次袭击是对美澳共享民主价值观的不可 原谅的攻击 加拿大总理扎斯汀特鲁多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对这起事件感到震惊 并向特朗普和受害者表示慰问 纽约时报报道 卡特里纳米勒在芝加哥大学 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 发现自己对新闻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在攻读学位期间 为连线杂志和芝加哥大学网站 撰写了多篇关于物理学的文章 2022年 他申请了纽约时报的早期职业记者奖学金 并意外地被录取 作为科学版记者 他报道了包括北美日全史 中国探阅计划等多个科学话题 完成一年奖学金后 他于今年6月正式成为纽约时报的全职记者 负责报道包括宇宙 太空探索和物理学在内的物理科学领域 南华早报 中国对烧烤食品的热爱达到了新的创意高度 在一次烹饪的飞跃中 流行的烧烤美食已经从传统的肉串扩展到包括西瓜、仙人掌、冰块和形状像高跟鞋的茄子等另类食材 最近一位名叫金克斯的美食博主 在小红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展示了这些怪异的食物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家餐厅里被制作的过程 这段视频已经获得了超过18000个点赞 视频一开始展示了像鞋底一样大的仙人掌 这些仙人掌已经去掉了尖刺 被撒上辣椒粉和孜然粉来软化后进行烧烤 另一种红肠不会出现在烧烤中的食材是西瓜 长条状的西瓜被串在竹签上 整齐地放在烤架上 调味后迅速变成深红色 随即就可以上桌 这个创新指的是中国怪异烧烤趋势的开始 在抖音上万物皆可考的标签下的视频 已经积累了近30亿次观看 其中最受欢迎的视频展示了烤冰棍 吸引了200万点赞 在另一个视频中 冰冻的甜点被解开包装 放在烤架上刷上辣酱 然后沾上黑芝麻和五彩缤纷的糖珠 困惑的网友们纷纷问道 这些冰棍在火上为什么不会融化 这道菜应该是热的还是冷的 这个趋势还激发了许多人 创造出自己的独特烧烤菜肴 这些菜肴看起来像日常物品 例如靴子 玩具 甚至是军事武器 例如 茄子被雕刻成高跟鞋的形状 烤香肠被做成佩奇的形象 青椒被雕刻成手榴弹的形状 网上的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些疯狂的烧烤 许多人形容他们令人震撼 世界终于比我想象的更离奇了 当我失去理智时 我也会尝试这些食物 一位网友说 另一位网友说 烤仙人掌水分充足 非常美味 有人细腻地问道 烤飞机 坦克 甚至潜艇怎么样 你能烤一个煤气罐吗 据专注于食品和饮料的数据门户网站 红餐网报道 中国有超过33万家烧烤餐厅 在争夺顾客 中国对烧烤的热情无与伦比 甚至在山东省东部的鸡博市 形成了一种社会趋势 鸡博被称为中国新的户外烧烤之都 与传统的东北烧烤 或最新的怪异创作不同 鸡博的烧烤 以其独特的服务风格而闻名 烤肉裹在当地的葱花和薄冰里 彭博商业周刊报道 去年3月 大约有480万游客 专程前往自博品尝其烧烤美食 南华早报 上海风险投资公司01VC的创始人表示 有全球雄心的中国初创企业 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 尽管面临经济放缓和房地产市场 长期低迷的挑战 中国经济去年仍增长了5.2% 占全球制造业的30% 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扩展中 处于有利位置 01VC的创始合伙人伊恩戈 在接受采访时说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他说 中国企业在越南或墨西哥等地建厂 带去他们的自动化技术 并在那些国家销售产品 这位像我们这样的投资者 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这家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机器人 消费电子产品和企业对企业的产品和平台 计划在未来两年内 从一个6500万美元的基金中 投资大约10家公司 每家公司投资金额在200万到300万美元之间 哥说 中国公司的低估值 加上全球投资者趋于谨慎 正在为基金经理创造一个买方市场 全球范围内 风险投资在过去几年中 筹集了太多资金 他说 但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本 仅仅为了增长而投资 忽视基本面 这为我们创造了一个 绝佳的买入和投资机会 01 VC传统上支持早期尚未盈利的公司 但随着中国估值下降到 销售额的一到两倍 以前为五到八倍 该公司越来越多的 投资于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公司 哥说 该公司现在投资于从pre-A轮到B轮的公司 01VC管理着四个美元基金和一个人民币基金 总资产管理规模为3亿美元 并正在规划另一个人民币基金 哥补充说 美元基金主要由机构投资者支持 包括亚洲和美国的家族办公室 基金中的基金和基金会 EVC 投资组合中的一个显著公司 是总部位于香港的物流公司Lalamove 该公司去年3月宣布计划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是在其两年前在美国秘密提交文件 计划通过公开发行股票 投击至少10亿美元之后 根据Crunchbase的数据 专注于美容电子产品和时尚零售的初创公司Timo 以及专注于云计算和数据库解 绝方案的公司合中企业云是01VC 最近的投资项目之一 南华早报 在一个随机选择的日子里 马克黄可能会在中国杭州的秋水山庄的一间套房里醒来 这是一座由著名记者施良才建造的百年老宅 他会被西湖的景色所迎接 晚上他将在那里观看露天夜间演出印象西湖 在访问了附近的绍兴市 并在印度班加罗尔停留几天后 他可能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开的Yellowfin Horse餐厅享用晚餐 一周后 他可能会入住明古屋观光酒店 这里是日本皇室成员访问该市时的首选住所 这样的生活是一个人的工作的一部分 他的工作是频繁光顾亚洲一些最好的精品酒店 黄是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的亚太区高级副总裁 这个集团由独立拥有的酒店组成 以其提供奢华体验的能力而闻名 他在新加坡长大 现在也住在那里 并于1995年开始了他的酒店业生涯 当时他刚刚完成了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的综合营销传播课程 我的梦想一直是去纽约麦迪逊大道 成为一个广告人 他说 但黄已经有了在广告公司照顾旅游客户的经验 所以凯约酒店集团在其香港办公室招聘了他 他在那里工作了五年 然后加入了美国运通并搬到了纽约 2007年黄回到新加坡 在Preferred Hotels and Resorts也是专注于独立酒店的集工作 然后在2009年加入 并后来重新加入SLH 小型独立酒店所提供的独特性和创意 让他对这份工作保持了兴趣 SLH没有一本设计或标准的圣经供大家遵循 我们想庆祝每家酒店的独立性 他说 我们初里的许多业主都对他们的项目充满热情 因为它是一家小酒店 大多数时候这是个人投资 所以他们在每个项目中投入了很多自己的影响力 喜好或热情 几乎像是自己的反应 有的业主可能在酒店的墙上装饰了他们多年收集的艺术品 其他人则花费多年修复旧仓库或其他建筑 黄负责管理132家独立运营的酒店 SLH除了是一种奢华认证外 还通过收取年费帮助他们进销售和营销 这对那些希望拥有全球存在和全球分销的独立酒店来说 是一种极差极用的解决方案 如果他们想自己建立起来 会花费更多 黄说 SLH会员资格还允许独立酒店 利用基于该集团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忠诚网络 这些包括与信用卡公司 美国运通 万事达 Capital One 和航空公司沟的协议 以及与西尔顿酒店及度假村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允许西尔顿荣誉会员赚取积分 并兑换在SLH酒店的住宿 要加入SLH 每家酒店必须通过以皇为起点的申请流程 它负责检查并成为亚太地区 每个潜在新成员的第一个联系点 要成为小型豪华酒店 酒店必须符合质量和服务标准 当然还要小 从单一别墅到大约RB10间客房 如曼谷、宿可泰酒店 黄说 我的理想规模是50到100间客房 因为这能给你提供小型酒店 所能提供的独特性和个性化服务 业主们必须真正投入到他们的物业中 因为这反映在你对服务或客人的态度上 符合条件并申请加入SLH酒店中 大约50%会在现场检查和额外检查后被批准 SLH在亚洲有广泛的存在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有20家SLH附属酒店 泰国19家和日本15家 香港的两家SLH酒店是铜锣湾的蓝讯广场和中环的Ovolo酒店 为了确保标准保持高水平 所有会员酒店每年必须通过一次神秘检查 该集团在在全球招聘了大约100名检查员 都是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和豪华酒店的常客 他们大多数都有全职工作 因此通常在工作或度假时进行检查 如果酒店未通过检查 SLH将STAR联系以确定是否是一次性的失误 或是否需要改进 如果酒店第二次检查失败 SLH将终止其合同 选择离开SLH的少数酒店 包括已经成为连锁酒店成员的月容庄 星野和欧贝罗伊 这些连锁酒店现在已经相当规模 黄说 欧洲人习惯了小型豪华酒店的概念 但近年来 亚洲人也开始认识到他们的价值 亚洲客户已经从炫耀式奢华 转向了私人奢华 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 他们已经环游世界 去过巴黎、米兰 完成了时尚购物等活动 现在他们知道该寻找什么 所以他们倾向于选择更安静、低调的住宿 当被问及亚洲的一个突出SLH酒店时 黄推荐了中国云南的15间客房的 曙光豪华酒店 该酒店位于威山古城内 业主花了七年时间重建这个旧地方 他说 汽车无法进入 你必须在城门外停下 然后礼宾员会带你穿过旧巷子走进酒店 这不是一个人为的古城 而是人们过去生活的方式 旧商店仍然在那里 Nikkei Asia 报道 菲律宾在后帕奎奥时代追逐巴黎奥运会首枚拳击金牌 拳击占占菲律宾奥运奥运奖牌总数的八枚 但至今未能夺得金牌 2024年7月至8月 菲律宾将派出22名运动员 其中5名是拳击手 期望他们能登上领奖台的最高位置 菲律宾拳击联盟执行董事马库斯·贾文 马纳罗表示 拳击在菲律宾极受欢 赢 帕奎奥是这一热情的主要原因 帕奎奥在其职业生涯中赢得了12个世界冠军头衔 并在2022年竞选总统失败 尽管帕奎奥试图参加巴黎奥运会 但由于年龄限制未能如愿 菲律宾拳击联盟希望赢得金牌 以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并激励全国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菲律宾举重运动员迪亚兹赢得了 该国首枚金牌举国欢庆 巴黎奥运会上 卡洛·帕拉姆和尤米尔·马西亚尔 将代表男子拳击 埃拉维尔加斯·内斯蒂·佩特西奥 和赫吉·巴西亚丹将代表女子拳击 马西亚尔表示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 他将全力以赴 南华早报报道 腾讯支持的中国新式茶品牌喜茶 在巴黎开设首家快闪店 标志着其国际扩张计划的最新一步 喜茶副总裁顾宇嘉表示 外国客户的认可是其主要考虑因素 喜茶在全球拥有超过4000家店铺 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 其在英国设有7家店铺 并在东南亚和北美增加了新店 2023年12月 喜茶在纽约的首家店铺开业当售出2500杯茶 中国新式茶市场竞争激烈 预计到2025年市场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除了喜茶 耐学的茶也在海外扩展业务 尽管海外市场提供了扩展收入的机会 但品牌在适应本地环境时面临挑战 香港中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庄泰良指出 品牌在海外设立分店时 可能无法像在中国大陆那样控制租金和劳动力成本 顾宇佳表示 关键在于在适应目标市场的同时 保持品牌特色 喜茶通过高品质原料和开放式厨房 吸引了目标受众 并通过与其他流行品牌的合作 保持品牌年轻化 日本时报报道 加拿大详细绘制了其认为的 中国在其境内的秘密警察行动 并希望与七国集团盟友探讨应对方案 北京被指在西方民主国家设立非官方的警察站 以监视和恐吓华人社区成员 这一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加拿大、美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都面临这一问题 消息人士称 加拿大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与七国集团分享其发现 并希望探索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金融时报报道 去年5月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指控全球最大的电动车激光传感器制造商 核赛科技 支持中国军方 这一消息让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一帆感到震惊 随后美国国防部将这家总部位于上海并在纽约上市的公司列入了所谓的中国军民融合计划名单 尽管这一举动没有带来实际的监管影响 但却引发了投资风险的担忧导致核赛股价大幅下跌 李一帆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反击 起诉美国国防部并要求进行检疫判决 核赛指控国防部的行为武断且反复无常 并未事先通知公司或给予回应机会 李一帆坚称公司与中国军方没有任何联系 也没有接受来自中国政府或国有企业的投资 核赛的激光雷达传感器由客户控制和操作 技术不具备无线连接功能 无法远程访问 美联社报道 俄罗斯的叛国和间谍案件数量 在过去十年中急剧上升 特别是自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 这些案件涉及到克里姆林工的批评者 独立记者 以及与俄罗斯认为友好的国家合作的资深科学家等 2023年一致的判过案件超过100起 可能还有更多未被披露 此类案件通常在莫斯科臭名 招住的莱福尔托沃监狱中严格隔离审理 审判过程几乎总是秘密进行 并几乎总是以定罪和长期监禁告终 案件由强大的联邦安全局几乎独家调查 指控和证据都笼罩在神秘中 普京总统在2022年呼吁安全部门严厉打击外国情报机构的行动 即是识别叛徒、间谍和破坏者 一些科学家应参与国际项目或发表学术文章而被指控叛国 例如物理学家德米特里科尔克因在中国讲课被捕 不久后在莱福尔托沃监狱中去世 金融时报报道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的优异政府计划在35年后重新引入核能 以降低国家的碳排放 环境和能源安全部长吉尔·贝托·皮切托·弗拉廷表示 罗马会引入立法 以促进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的投资 这些反应堆可能在10年内投入使用 核能预计到2050年将占意大利总电力消耗的质少11% 皮切托·弗拉廷认为 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技术 无法提供必要的能源安全 而核能可以填补这一空缺 尽管意大利人对核能的历史厌恶依然存在 但他相信这种态度可以改变 特别是考虑到新技术的安全性和对家庭和企业的好处 梅罗尼政府还对太阳能的推广实施了新限制 担心光伏面板的饭烂威胁到意大利的粮食安全 并对主要来自中国的太阳能板进口表示担忧 相比之下 部长认为小型核电站更加高效 占地面积远小于太阳能公园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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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